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1眼女装舞曝光 定位战场辅助 终于游望复刻 火神强度在线 4.8艾梅利亚艾次日流水出炉 时评隔壁迎宁 国富排名直接飞榜 5.0新角色V5改动 火神定位-C 增伤大香凌来了 辅助攻击拐登场 原神纳塔5.0卡池 越来越近 新五星角色马拉妮 基尼奇也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有关于5.0卡池 两位新五星角色V5的技能改动 也终于来了 就后续卡池角色火神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有关于5.0卡池登场的 新五星角色马拉妮 基尼奇V5技能的改动了 简单来说就是 在V5的改动中 两位新五星角色都是文本改动 强度方面的话 曹大剑基尼奇还是不错的 数值方面已经特别高了 马拉妮的倍率也非常的恐怖 后续是否还会有其他改动 估计比较难说了 抽取的话 主C抽卡或者爱XP抽即可 而说起后续卡池新角色的登场安排 之前也提到过 5月1日卡池新五星角色是西诺宁 5.2卡池新五星角色是恰斯卡 火神马威卡则是在5.3卡池登场 有关于火神马威卡的定位 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 马威卡定位是-C 是有争议的大香灵 同时马威卡还会给全队一点夜魂的 倒是有可能类似草神 水神这种的定位 至于西巴拉克的话 定位是辅助 攻击拐 可以拐全队的大攻击 不过有关于西巴拉克的形象 都没有放出 这么看的话 消息的可信度还是比较低的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而说起那塔版本 据说5.6结束后 到了5.7是海岛 5.0到5.3也是不缩减天数的 也就是说 5.3版本是海灯节 之前提到的平姥姥 会在海灯节登场 这是要和火神一起up的节奏 不过还是那句话 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加上版本跨度大 各位旅行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原神封单4.8下半 卡池已经到来 艾梅利埃 夜兰也终于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而说起 有关于4月8日下半卡池的 首日流水数据 并不理想 4.8下半 艾梅利埃 夜兰次日流水数据 也终于出炉 一起来看看吧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哈 上图是4.8下半 艾梅利埃 夜兰次日流水数据的流水情况 整体来看的话 截止到次日 卡池的流水数据 还不如往期白族 闪兵卡池 相比之下 本期卡池的流水 还是比较低了 不过毕竟是某卖的数据 大家看看就好 具体还得以实际的榜单排行为准 然后就是各位旅行者们 比较关心的卡池超某音的情况了 从4.8下半卡池开启截止到目前 超某音挂铃是肯定的 但是按照卡池超专科线时常来看的话 也已经有30个小时之多了 看这样子 应该很快就能追凭隔壁明朝1.0纪炎 引领卡池了 至于能不能赶超伞兵 白足卡池 就不好说了 还得看4.8下半卡池的后劲足不足了 而说起4月8日卡池角色 武器抽取的情况也终于来了 如图所示 截止到次日 夜兰一共是出货了5634只 新五星角色艾莉莉埃一共是出货了4735只 两个角色抽取的比例在1.2比1左右 好家伙 这下真就是新角色不如老角色香了 如果说首日流水抽取数参考EED 这次日的抽取数还是有点含金量的 夜兰复刻三次 依旧如此吃香 两位角色专舞抽取的比例在1.1 一左右 整体差距不大 可以说 这次流水 有一半都是夜兰贡献的 最后就是 原神在各国 及地区的排名情况了 整体排名来看的话 目前只有日服在榜 排在第五名 其他区服排名大幅下滑 国服的话 已经跌落前十 所以说 各位旅行者们觉得怎么样呢 原神封单4.8下半卡池的新武新角色艾梅利埃已经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除了新角色的登场外 5.0纳塔也越来越近 对于纳塔新角色登场等相关消息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5.0卡池新角色的登场安排 官方也早就官宣 分别是 女随法马拉尼 曹大剑基尼奇 严罗利卡奇纳 5.0卡池复刻角色的话 就最新的一版消息来看 依旧是之前提到的 万叶 雷神这两位 个人感觉 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毕竟最近有关于西诺宁 是演万叶的说法比较多 后续会不会对标万叶 还是比较难说的 而说起后续5.1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已知的是 5.1只有一位新武新角色 西诺宁会登场 目前来看 西诺宁5.1路卡池 应该是确定了 有关于西诺宁的专武 攻击力是542 暴击伤害88% 特效是大防御和普攻增伤 这么来看的话 暴女极有可能是战场辅助 开一普攻可以加夜魂 造成伤害加夜魂 夜魂达到值给光环 一命光环持续期间 在场角色获得抗打断效果 二命岩提供暴击率 并提供暴击伤害 至于5.1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 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汇总来看 首先排除5.0卡池的万叶 雷神这两位 那么这有可能复刻的角色 大概率是钟离 莱欧斯利 深赫这三位 尤其是钟离 作为每个大版本开门必复刻的神明 即便5.0卡池不复刻 5.1卡池复刻的概率 还是非常大的 混池的话 估计起码得5.1 及后续版本才能开启了 值得一提的是 火神马威卡 虽然说是延期到了5.3登场 原本5.2卡池的火神 变成了风系组C恰斯卡 但就火神的相关消息来看 火神的优先级肯定非常的高 强度啥的肯定在线 所以说对于强度党而言 火神绝对是值得必抽的 当然了 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各位旅行们 还需理想观看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